这个影片的目的是来分析一下 这个衣服上如果有蕾丝 那怎么样去把它设计出来 画到一开始以后我就发现说 这个面积可能太小了 尤其有蕾丝的部分 所以并不是很好表达 不过anyway我还是把画的大部分的观念 我先放进去 首先可以看到用红黄这两个颜色 来作为交接的一个底部的设计 那我就跳过中间的部分 所以可以看到快完成的时候 那红黄其实还在的 多了一个灰黑 灰黑的目的就是要衬托出 肤色上面的一些色彩 但是因为是红黄 所以这些色彩也不会很突兀 那少数的蓝就会显现的 像一个光线的来源 刚好凑巧背景有一张海边 或者西边的那个蓝色的石头 大家就可以作为参考 一个红的或者黄的一个暗边 跟冷红的中间它有一块冷蓝 那这样的冷蓝就会很显然的 虽然明度很暗 但是也能够显现出光线 这个的目的大概就这样 我企图呢让这个蕾丝的光 反射光能够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表达 也就是说就像我们讲的夜间部的天鹅一样 天鹅虽然是白色的 可是如果在晚上呢 你要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它是白色的 那就是用个冷蓝或暖蓝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部分呢 我现在做的都是一些细节上的冷色的一个修改 让这个冷色呢 从左上到右下呢 它是有一定的顺序 使得它的肤色呢 跟在衣服蕾丝里面呢 它是有点不同 哪里面不同呢 你可以看到我在外面的一个强光的关系 有手指头 它已经会产生了光韵 而在衣服里面的人 因为衣服的僵硬 所以它的皱褶呢 就会慢慢产生 那在下一个阶段呢 我就会把皱褶放进去这个衣服里面 你们可以看到那个手臂啊 其实它因为透色的感觉还是很大 那它的暗面跟亮面 它有一个交接的红色的色块 这些红色的色块是我们可以设计进去的 但其实我如果看图片它是没什么暗的 那目的干嘛 目的就是让这个蕾丝的反射光 当穿过这个红色的暗面的时候 容易被发现到 因为我们要画的这种蕾丝 如果你要让它往里边发现 要么就用斑马线的蕾丝 这个在手臂上看来不太合适 要么就是迷度对比拉大 这就是我现在做的 虽然你看到这个手臂的蕾丝 红色的暗面的时候 你就不会看到蕾丝的反光 看不到蕾丝的反光 你就只能看到蕾丝的暗面 蕾丝的暗面就其实很难显现这个蕾丝 它的透明的感觉 好 我们今天就先得到这里咯